现在我们把核气致祥的这个画法说一下 核气致祥一般我们还是用它的谐音 核花 核糖 核糖里面的雾气 人们看到以后感觉非常舒服 那么核糖一个就是核叶 核叶的画法 核叶的画法一般我们都用水墨 画的时候把它的这个核叶的外围形状把它把握好就行了 里边 核叶的里边要画的虚一点 这一部分中心部位又比较虚 外围的部分要实一点 这是这个核叶 然后在叶子的中心部位我们勾上和叶子相交接的那个部分 叶子的梗子也就是它的枝子 画的时候要有力量 因为这个叶子的梗子上面有这个小的这个刺 所以我们的画完以后呢 用点用点重墨 把这刺的感觉点出来 点点点 如果需要勾叶脉 我们可以勾一点叶脉 这个叶脉勾的时候呢 水分不要太大 画的时候用笔啊 笔封要有一点变化 笔封就是这个笔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 这个笔封要有一点变化 有湿墨 有干墨 形成一个对比关系 效果比较好 勾得虚一点 这样的话这个叶子就完成了 荷花呢 一般的我们有两种画法 一种就是画成粉色的 画成粉色的呢 就是先勾上线 把那个花瓣勾出来以后 然后挑一个粉红色染上去 一种呢就是画成白色的 白色呢也是先勾线 勾完线以后呢 适当的把这个麦也是用淡末 或者是用那种浅绿啊 浅的花青啊 把它勾上去 勾完了以后 我们调一个浅粉 浅粉就是用白和鼠红 颜色浅一点 不要调得太红 花瓣的背面要重 而它的这个里面呢 要浅一点 花瓣的里面 它淡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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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面我们用这个胭脂勾一下脉络 干了以后呢 我们再点花心 这是这个粉红色的这个花的画法 白色的 白色的花呢 一般我们画的时候呢 也是先用淡末勾 然后用红色的这个花的这个组络 然后用红色的这个组络 我们把这个花的这个组络 这个组络 这个脉络呢 我们就用这个淡折石也行 或者是淡花青也可以 因为它花是白的嘛 这个很浅 比如说我们用淡折石勾一下 比如说我们用淡折石勾一下 这个花的里边就不够了 里边不够呢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淡色 把这个花的根源给它轻轻的走一下 用的颜色也要淡 一定要淡 一般白花呢 我们就采取这儿画法就可以了 这种画法呢 不用染白粉 因为花是白的嘛 所以我们这个花心呢 可以用紫红色来点 也可以用这个墨点的花心也很醒目 这是两种不同颜色花的画法 一般的白花呢 有的时候可以在花的后面呢 再衬托一点后面背景的叶子啊 或者是远处的这个气氛吧 把这个白花拖出来 这个呢 画的时候呢 要根据画面的这个实际需要来处理 好 好 感谢观看